yo大家好 我回來了 我是楊晴 這一次呢 好久好久好久沒有拍影片了 所以我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會不斷地吃螺絲 可是我實在是有點懶得剪輯 所以就讓我們試試看一鏡到底然後不剪輯的樣子吧 對 我這次回台灣回去了九個多月 非常意料之外的 我本來只打算大概四個多月 五個月左右 結果噗 意外太多了 所以就不知不覺就留了九個多月 然後阿宅也獨守空規九個多月 中間又來台灣結婚 對 我結婚了 然後反正現在就是新的開始 然後再一個新的城市 再一個新的房子 對 看我們家非常的空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其實本來有打算要搬家 再搬到房子 因為我們現在住的現在這個地方是一間公寓 可是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 這個城鎮有點小 所以 能提供給我們的房子的選擇 實在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就先暫時放棄了 等到可能過幾年之後 或是這個鄰居 真的太讓我們受不了之後 我們再來搬家 那今天是睽違已久的 九個多月的第一集 中間那集結婚就不要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對我有什麼問題 然後中間在等我影片的人 真的非常的抱歉 因為我回台灣就覺得 我真的不想拍那些 其他YouTuber有在拍的東西 就是他們去拍就好了 我就不用參與這一塊 因為我本來拍影片的初衷 就是為了解決一些 在國外發生一些困擾或是問題 然後能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的 範本 也不是範本 就是給大家提供一個參考 讓異鄉遊子們能夠看我的影片 然後如果遇到相同問題 或是不同問題 可以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回台灣之後 我就不會特別想要去拍一些影片 那些交給其他YouTuber去拍就好了 然後我就是看他們的影片 這樣就夠了 然後我現在回來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是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 你們有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告訴我 然後告訴我你們想要看我 拍我結婚之後的 什麼樣的主題 我也不知道 對 然後我們家現在非常的空 因為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本來要搬家 所以我也不打算要 呃 裝飾家裡 可是現在的話好像 現在沒有這個計畫了 所以我就會慢慢的陸續添購 家具 可是我會慢慢的買 因為我不想 因為 因為想要把家填滿 而隨便調一些家具 所以我會慢慢的把它填滿 這些東西都是原本 住的那間小公寓裡面搬來的 然後 我今天這一集我真的不知道要 分享給大家什麼 我就期待大家下面的留言 那 那如果 我來 帶大家去看我的廚房好了 就是 讓你們看一下我從台灣帶了一些 什麼東西過來 我這次帶回來的東西都非常的奇怪 因為我 已經不是留學生了 現在變人妻 人妻 所以我這次帶回來的東西 基本上 除了衣服之外 就是廚房 家具用品 非常奇怪 跟其他留學生不太一樣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接著看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去廚房吧 好的 現在帶大家來逛我的廚房 這是我的小空間 然後 我有計畫要買一些可以收納的東西 可是我還沒有找到我喜歡的 所以 基本上 所有東西 就先放在 洗衣機啊 洗碗機啊 烘衣機上面 然後 來看一下我 這是什麼 才會帶來什麼 我帶了 像我之前拍影片 不是有講到我想買洗衣袋嗎 就是各種不同尺寸的 因為這邊賣的尺寸 不是啦 我有看到別人有啦 可是我自己是找不到 那我就乾脆自己從台灣帶了 而且台灣買也比較便宜 而且這個都是我媽媽給我的 然後 這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 這個的話 是阿宅 送我的那個 二手的 Teaching Ad 攪拌機 主要的東西的話 應該都堆在這邊 這一箱的話 是那個 我攪拌機的 設備 其他的配備 然後這個是我買給朋友的 中藥 他中藥味真的非常的重 我們家就是都是中藥味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箱是我的 Exotic 就是異國食品箱 看一下我從台灣帶了什麼 這個 有些是 這裡面有些東西是我原本 在這邊就有的 然後有些是我從台灣帶來 我買了一袋的香菇 其實我不太知道說 香菇到底可不可以帶來 反正我帶了乾香菇來啊 然後 這個是韓式辣椒醬 辣椒粉 我本來就有 是冰糖 然後我帶了一罐五印醋 剩我一個 鹿港人 鹿港人都吃五印醋 我其他的黑醋 我實在是吃不慣 我還是喜歡喜歡五印醋 然後 我帶了 一公升的 香菇素蠔油 對 非常的重 真的 我知道我自己有點誇張 帶了一公升 超大品的來 然後 我帶了 兩塊的咖哩 然後不同口味的 看一下還有什麼 蝦米 海鮮是可以帶來 帶出國的各位 豬肉 牛肉 雞肉 那種肉類是不行 可是海鮮是可以的 那我看一下我還帶了什麼 喔 帶了很多康寶濃湯的湯包 看到我有 玉米濃湯 雞龍 然後我還有帶酸辣湯 可是已經被我喝完溜 然後 還帶了海苔醬 我個人非常愛吃海苔醬 然後 因為 我之後六月要去拔 至此 對我至此還沒有拔 排 排 就是排預約 排到六點 要等兩個月以後 不是六點啦 六月 兩個月以後才可以拔牙 就帶了海苔醬 以防 因為我一次要拔四顆 我怕我 到時候沒有辦法吃東西 我就是配海苔醬 然後帶了 XO醬 耶 XO醬拌飯 好耶 然後我帶了一些乳包 我真的覺得這些乳包不錯耶 因為這我也是自己第一次用 然後我有用過一包 滷起來 我拿去滷牛肉 這真的很 很台灣味 非常的香 然後我就帶一些粉類 蘇姜粉啊 然後 太白粉啊 然後 有的沒有的粉 啊我找到我的酸辣湯來吃了 耶 找到酸辣湯 然後 HONDASH 的那個 就是高糖粉 然後我這邊有很多那種 配飯的 飯油 這是我之前 朋友帶來送我的 然後這個是 有一些這些東西是 朋友 就是留學生 妹妹們 他們沒有用到 然後他們又不想搬走 就送我的 差不多 就是這樣把它帶了 還有黑糖 然後還有 尾巴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尾巴 另外一區 是這邊 這邊也是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一袋啊 是我帶的那個中藥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中藥 你看我東西真的很多 我也不知道中藥到底可不可以帶 這個是枸杞嘛 這個是 生虛 然後 這個是 當歸 因為我比較喜歡這三個的味道 然後朋友有託我買其他的藥 我就 中藥我就有在幫他們買 所以如果 好不要 如果不能帶的話 不要 不要批評我 我真的不知道 好 然後我帶了魚酥 魚是可以帶到各位 海鮮是可以帶的 然後 帶了 康寶鮮味炒手 真的覺得這拿來炒飯真是太方便 太太太方便了 好像大致上 就是這些東西吧 啊 然後我有帶很多媽媽 我媽媽給我的一些 呃 對不起我裡面很亂 因為我還沒有找到那個收納的 我還沒有時間去 我媽媽就給我一些廚房用的小道具 像是這個 呃 就是 你可以放著 然後如果你湯匙 用過的湯匙 你就可以直接放著 就不會沾到 沾到料理台上了 我個人覺得這個非常方便耶 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然後 媽媽也給我 兩個小豬的 隔熱手套 然後還有什麼快笑 呃 吸管 玻璃吸管 喔然後我媽給了我 一隻超大隻的斧頭 沒有就拿來砍肉的那種砍刀 因為他自己用不到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是他自己用不到的東西 然後 他還有給我一個東西我覺得很好用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生氣媽媽 用來洗微波爐的 就是他在裡面的 你只要放 後面是 呃 醋 白醋 然後 加水 那就直接這整支 就放進微波爐裡面 加熱五分鐘 然後他這邊就會冒出蒸氣 然後就可以把你的那個 呃 微波爐洗得很乾淨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我真的看到 我的微波爐 被阿柴 甚至被男人摧殘之後 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還有做豆腐的道具 對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G的話 你就有發現說 我其實已經成功的做出了豆腐 耶 這邊是買到的黃豆豆 不用緊張 然後 我還有帶 茶 這個就是我 之前 工作的地方的茶 他叫 Koyama 如果你在台 你住在台中的話 可以去看看 他賣的茶品質很好 我們茶品質很好 然後 我帶了兩包 一包是華鋼 然後一包是裴火 化妝都很可愛 然後我有帶很多回來送人 就是送阿宅他朋友啊 送家人啊 就是這個拿來送人 不錯 很原體面很好看 然後 浴室的話 嗨 我 浴室的東西 我好像沒有什麼帶 東西啊 都是在這邊買 就是一些保養品啊 是在這邊買的 之外 我就只有帶這個 這個是我最愛的 Banilla Coal的 卸妝膏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我買了很多罐 然後 就帶來台 我帶來這邊 因為我覺得這個卸 睫毛膏真的很好卸 而且很乾淨 好的大致上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看似好像沒有很多 當然我行李箱 大部分其他位置 還是都是我的衣服居多 可是說真的那些東西 零零種種加起來 也是差不多快要 十公斤左右 不要小看這些 就是光還有一些 已經送人的東西 加起來真的是超種 超種的 然後我這次可惜 最可惜的東西 是我沒有帶到米酒 真的很想帶米酒 可是我真的真的裝不下 然後也戴不了 所以我媽媽這次 等 如果這支影片出來的話 就是下個 反正就是四月底 四月底 四月中媽媽就會來 然後我們要去葡萄牙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說 幫我帶米酒 每個人 要來的人 請都幫我帶米酒 拜託 我真的很想要米酒 好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粉 我是帶不來的 像玉米粉啊 再來米粉啊 太白粉 那個都在媽媽的行李箱裡面 所以還有一大大一不一也 在媽媽行李箱裡面 所以真的謝謝媽媽 非常期待她的到來 就是她到來就是我的行李論 到來的日子 對 好那今天這支影片應該就選這樣 那 很高興在這支見到大家 也很高興在站在這邊 桌在這邊跟大家錄影 那我希望我接下來的人生 應該還是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無限挑戰 在這邊生活就是這樣子 法國人 那就歡迎我回來 然後 謝謝大家 還繼續follow我的影片 我的頻道 那 希望我們在今年 能夠 再繼續往上成長囉 當然 我就是一個 佛系YouTuber 就是不追求 好 那 希望我們很快 的下一支影片再見 那 如果喜歡我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 分享 按鈴鐺 那 就這樣 掰